这出中元节才会唱的戏可不是一般的戏 这出戏只有四分之一是唱给人听的 而剩下的四分之三则是唱给孤魂野鬼的 即使这出戏台下没有听众 戏班也一定要坚持唱完 因为在每年的农历7月15日中元节 鬼门关就会打开 所有孤魂野鬼都要来人间游玩 当地的戏班会安排一场神功戏 唱给台下的鬼魂听以保平安 但让人不知道的是 如果戏班唱得不好 台下的孤魂野鬼就会半夜悄悄跟随戏班里的人回家 为此 戏班里的老人早就与孤魂野鬼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只要是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就一定会得到评论区狗头的庇佑 孤魂野鬼自然而然也就不会伤害他们 这天班主的儿子嘉辉不小心踢翻了路边献祭的祭品 他连忙道歉恳求得到前辈的原谅 结果他刚转身离开这里 就有两个小男孩跑过来捡通钱 正当嘉辉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时 一个小汽车突然冲了过来 诡异的是 就当司机下车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 嘉辉也没有多想直接和戏班里的翠花来到了酒吧喝酒 不幸的是 翠花还没喝一杯就头晕脑胀昏睡了过去 嘉辉也只好叫来出租车把她送回家 但就在路上 她突然发现路边飘过一个红衣小女孩 她还以为是自己看走眼了急忙回头查看 可车速太快 她却没能再次看到她 让她不知道的是 另一边戏班里的小美也遇到了邪门的事 只见她在监控之下竟然和空气打起了架 下一秒 她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拽了出去 而这也仅仅只是这个戏班危险的开始